是高尔夫的样子吗 高尔夫球 我随身携带的 高尔夫球场 小林玩具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 粉色 黑色 文具开箱挑战 先来看看我这个粉色的笔带 非常可爱 你看这边 小装饰 然后还贴了这种 另外呢 你看还挂了一个这个 最近很流行的小卡套 我装的是我新抽到的海尔宁宝宝的小卡 还有呢 吉卡娃的小卡 好可爱 还可以装自己爱豆豆 这个是一个手机 没错被你发现了 喂 你好 我这个呢就是黑色的主打一个耐赃 而且是个熊猫主题 没错 因为黑色就是非常配熊猫了 你看我这里面就放了很多 比如熊猫的贴纸啊 变贴啊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熊猫的主题呢 全部都展示出来了 哇 这是个熊猫的便利贴 对啊 就是像一个三角包饭的那样 对对对 有一点像花花的那样 变变变 不可以带饼干来学校 你来看看这个是饼干吗 冰黄 拿到之后你就知道了 这旁边 我就这样看的 我都是吓到 我这个是奥利奥的变豆粉 而且里面呢 我这个不是一般的奥利奥 我这个是什么破巧的 这个好像还可以用链子挂起来 对啊 火箭面有超级厉害的 拿出来看看 等等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什么火箭 让火箭飞火箭笔 怎么飞啊 看好了啊 对啊 对 它其实就是你这个是正面吧 这样子会就掉落这个东西 就是火箭 分离的时候 分离的过程 没错 咱们这个笔呢很特别是钢笔 不是你那种圆子笔 你这个是墨桶 没错 对吧 把它这样按上去 哇哦 你看没有那个墨就已经被戳破了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时空仓给它安上去 然后现在就可以写了 哇 超好写的 不要高兴的太早 我就不信有营果这个火箭笔的 就有了 哦 是高尔夫的样子吗 高尔夫球 我随身携带的 高尔夫球场 好 你这个笔我知道 就是装在这里面的 然后有个这个 棋子给你插上了 球放这里 看你能不能一杆进洞啊 哦 你看没那么容易 现在该我了 至少进个大洞吧 哦 耶 精致了 所以说我这个就是厉害了吧 圆均里吗 啊 两个颜色都可以讲 一个红的 这个可以来揪错 这个可以来进去 天呐好厉害哦 现在用你们中文的材料 来布一个专属笔记本吧 那我要来做一个粉色梦幻风 那我就要做一个黑暗神秘风 你这明明就是小熊猫能神秘起来吗 它叫熊猫可爱风 熊猫乐园风 是吧 OK 来吧 先用櫻花的指标带来封个边 再用这两个粉色奶油胶来咕一咕 我要来画一个爱心 呃拜托 能画得正吗 画得久不久 好像还可以耶 有一种涂鸦风的感觉 没有 然后因为它这一层还太单薄了吗 再用这个深的颜色在里面再来一层 然后在里面写上我的名字 然后在里面写上我的名字 然后就没有人拿走我的本子了 这个笔子都没有给大家说 它其实是银光的超好写 小银 好看吧 然后这边下面还可以再画一个 现在周围呢还有点空 我们用进疙瘩 有胶来做点表花 哇 哇 这个是花的形状 OK 怎么样我的这个做好了 小银的笔记本 棕皮DIY 我也要做个熊猫风的 首先我要选的这个 因为很可爱 是一个背影 我准备呢用这个 在外面给它做像相框一样的 然后呢再用这个奶油胶 来装饰一下 做一个熊猫头 这边再画一个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熊猫贴纸 看这是一个小竹子 我给它贴在这下面 这边也是颇有这种 心中式的风格 好了 我的熊猫主题的本子也就完成了 我们两个孤的 粉色跟黑色的这个笔记本封 比大家觉得谁孤的更好呢 可以给我们投票一下 对 我觉得你这个蝴蝶结这些 还是非常的好看 有没有一种复古风 就是熊猫 你没发现吗 很时尚这种拼贴风 是熊猫吗 对啊 熊猫的一个头 感觉有点疏了的感觉 不过没关系 OK那今天夏天最喜欢你 什么样的文具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这个痘痘本了 因为这个很可爱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真的好可爱 对手机卡套 喂 喂 那我们下次再给大家 带来更好看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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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